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因為一起讀 如果你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話 我馬上給你看影片 所以這個是C羅大明星Renaldo 那他坐下來準備要進行記者會 Press Conference 然後他發現到兩瓶可樂 然後他就把它移開 移開之後 又想了一想 看到那瓶水 拿起來跟大家說一聲 喝水杯 這樣子 就這麼一個小動作而已 造成可口可樂的股價大跌 所以我們來看看新聞報導是怎麼說的 所以你看這個他 他的COCA COLA SNUB 好慘 所以COCA COLA你知道 那這個SNUB是什麼東西啊 SNUB就是他對兩瓶可樂是怠慢的 然後無視他 大概是這麼奇怪的翻譯 怠慢是我看到的中文翻譯其中一個 可是他的英文的同意的字也有ignore這個字 就是無視 所以看到可樂 Nah I don't want it 把它推開 然後喝水 所以標題裡用SNUB我覺得就很厲害這個字 所以他的SNUB幫助呢把可口可樂 就我們剛剛講說他股價大跌嘛 所以這個knock off就是把什麼東西給打倒了這樣子 所以他把他總共讓可口可失去了4個billion也就是40億 那這個market value就是市場價值這樣市值 所以我們來看內文有些什麼英文可以學的 Soccer superstar Cristiano Ronaldo May have helped wipe out 4 billion of Coca Cola's market value When he moved two Coke bottles out of view at a press conference and opted for water instead 所以裡面有些字可以學的是這個wipe out wipe out就是把什麼東西給整個抹掉了這樣子 因為wipe你就要插桌子插什麼的用的是wipe這個動詞 所以他把可口可樂的市值wipe out了4個billion 然後呢就當他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當他移動了兩個 Coke bottles bottle就是瓶子 Out of view 就是把他移開他的視線外 Out of view 然後呢 press conference 這應該沒問題叫做記者會 然後呢他選擇喝水 取而代之的是選擇喝水 所以這裡這個字opted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要講說我選擇做什麼事 所以x opt to do something 可以這樣子用 或者你也是也可以改成x opt for y 就可以加名詞 所以他選擇了喝水 he opted for water he opted to drink water 所以opted for water instead 所以opt這個動詞應該沒什麼問題 他事實上就是option這個名詞 這個字你可能反而比較熟 他只是選項選擇之類的意思 跟decide decision 其實是我認為差不多 ok 好所以選擇這樣子 然後他的這個apparent snub in Budapest Monday ahead of a Portugal vs Hungary euro 2020 finals match coincided with a 1.6% decline in Coca-Cola stock price 好所以這邊再強調一次 他這個snub 那他強調一下他的背景是在2020年的這個決賽前這樣子 禮拜一的時候 這禮拜一應該是兩個禮拜前禮拜一了 所以這裡這個動詞是coincide 也就是掉在同一個時間裡 你應該會這個字叫做巧合 他叫做coincidence 可是他事實上也可以變成動詞就是coincide 也就是說如果你先講 a x coincides with y 就是x跟y發生在同一個時間 巧合也不過就是兩件事發生在同一個時間 所以這個字的用法 動詞的用法事實上也是巧合的意思 所以他正好 他的這個動作 他的這個snub 他對可口可樂的無視 正好跟後面這個東西 就coincided 同一時間發生 那什麼事呢 就是可口可樂掉了1.6%的這個market stock price stock price就是那個股價 1.6%事實上就剛剛講了4個billion 所以其實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只是巧合 你不能說這是他的錯 這樣不是說他的錯 這是他造成的 那可是下面卻有說 可口可樂這個掉價錢 其實是不太尋常的 因為在那個時候 同一時間 我們講說指數的價錢 的價格 事實上是往上 所以就像我們台股 1萬7啊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這個index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指數 所以我直接先打給你 index再往上漲 那美國的幾個index 像比如說道瓊工業指數 或者是那個snp啊或之類的 那這些都屬於指數 所以指數往上漲 所以可口可樂自己獨 自己獨家往下掉 那的確就很奇怪 所以我們會認為他真的是他造成的這樣 Alright 所以他就舉起來 然後他就講了一個 這個字我猜就是 那個葡萄牙文的水吧 Aqua 我發音可能錯 那他其實跟英文的Aqua A-Q-U-A 也有點像 所以我覺得那語言 他事實上可能都有點重複性在 所以他就 Aqua這樣子 Appear to encourage viewers to drink water instead 所以看起來是在鼓勵觀眾們 喝水吧 取而代之喝水吧 所以他就Declare Declare就是 Aqua這樣宣稱宣佈這樣子 好 那事實上我也知道 這個Renaldo他的 他的Diet 非常非常的健康的 聽出來就是只吃雞胸肉跟沙拉 還是之類的 就只有蛋白質跟一些 這個簡單的一些 Fiber或什麼的 所以這個Player is known for his Ultra Ultra Healthy Diet Ultra就是超級的 Ultra healthy diet and eats up to 6 meals per day 所以他一定要吃六餐 因為一次吃太多餐 可能肚子會打起來之類的 所以 Shares of Coca-Cola which is an official Euro 2020 sponsor were worth 56.16 at market closed on Monday 所以這個可口可樂 他當時 他是一個 Official的歐洲杯的贊助商 所以Sponsor 這個字叫贊助 這個是應該買上去的 但我還是打一下好了 所以他是 可口可樂是Sponsor 所以他當然 有這個資格 可以放兩瓶可口可樂 在他的前面樓 殊不知 這個 有點點 弄巧成拙 OK 所以他的價格 事實上在那個狀態下 然後在 On Tuesday的時候 這個Soft Drink Giants Shares Slum to 55.23 所以 到了禮拜二的時候 我們剛剛是56點多 是56點多 沒錯吧 對沒錯 然後他變成掉了 掉了55點多 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 Within the first hour of trading 所以在第一個小時 他就已經掉了一點多了 那 所以 到後來 總共是掉了4個Billion 所以很慘 所以這邊一個詞 Soft Drink Giant Giant Giant這個字是巨人 所以他 他當然是這個 飲料界的巨人囉 所以他 我們都稱他為Soft Drink Giant 那Slum這個字就是整個 Slum 這個動作就是Slump OK 這樣就是Slump 好 所以 其實他就可以把它去 引伸為是鼓叫往下掉 OK 所以Slum這個字也打給你看 Alright 好 所以他就Slump了這麼多 那下一個他就說了 我們事實上真的能夠怪他嗎 還是不行呢 所以 我剛剛有稍微先跟你說一下 所以下一句他說 就是 It is impossible to fully attribute Coke's price movement to Ronaldo's gesture especially since Tuesday's opening opening price movements include pre-market futures trading 所以不太能夠去完全 attribute他的 price 到他的這個動作上 所以attribute這個字 我們講過好多次了 如果你還不熟的話 我反正再講一次給你看 所以這個叫做 x attributes to y 他的意思就是 歸功歸因 歸咎 OK 所以歸功跟歸咎 都是歸因 你可能會在講什麼歸功 烏龜有 不是啦 我把這個中文也打出來給你看好 所以這個歸功就是 就是把功勞歸給誰的歸功 OK 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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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 或者歸咎 好 歸功歸咎 就好像不是這個 就好像是 這個 OK 那事實上他都是 歸因的意思 所以我們抓歸因就夠了 所以 x attributes to y 就是 呃 事實上這邊應該還有一個售詞 好 attribute something to something 所以你就把這個東西 歸因給了y這樣子 好 所以 所以 我們是不太能夠完全把 可口可樂這個price movement 就是他的 剛剛講的price slump 歸咎給 或者歸功給 他的這個gesture gesture 一般來說是手勢 可是也可以是你做的一個表態 所以 嗯 老子不愛喝可樂 推旁邊 然後我要喝水 這也是一種gesture 我們認為 他就真的不是手勢而已 他是一種表態 所以我們 所以這裡說的是 不能夠完全attribute to 他的這個表態 特別是 禮拜二的opening price 其實早就 有的人在 更之前就已經 就已經 你看這邊講 pre-market futures trading 所以有人在之前 就已經有去 place一些買賣了 在看到這件事情之前 所以真的能怪他嗎 好 但是 下面就說了 可可可樂 他的表現 卻遠遭於一些指數 所以你說不怪他嗎 應該還是會才對 所以這個剛剛講的 道琼工業指數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所以 這個道琼的翻譯完全就是 因來翻的 所以Dow Jones 就這樣子 那這個S&P就是什麼 標準普爾還是什麼鬼的 對 那這個我就不先 先不講了 所以這個S&P 500 所以他的概念 其實跟台灣50差不多 S&P 500 就是把全美國500大的 這個企業收集起來 然後打包成一個 ETF之類的賣給你這樣子 好 我們這裡乾脆把它看完吧 所以 他這裡再強調了一下 可口可樂是 賣給有很多種不同的飲料 大家不要覺得 他不喝我們這款可口可樂 我們這個公司就會爛掉這樣 So Coca-Cola offers a range of drinks to suit different tastes and needs which are available to players throughout the tournament 所以這邊講的這個 歐洲的這個 Football Association 就表態了 說 可可可樂還是很棒的 所以他有各種的飲料 來 suit 來配合 來能夠滿足 各種不同的口味跟需求 tastes and needs 然後這個東西呢 是能夠給 tournament裡面的所有的 player來喝的喔 這樣子 So this includes waters isotonic sports drinks and juices coffee and tea as well as Coca-Cola 所以這包括水其實 所以可口可樂這家公司 也有在生產水的 然後還有那種運動飲料 這樣子 然後果汁啦 咖啡啦 茶啦之類的 當然還有可可可樂 so players are offer water alongside coca-cola and coca-cola zero sugar on arrival at our press conferences and can choose their preferred beverage 所以他的意思大概是 你不要喝可樂 你喝的水 水還是我們公司的啊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吧 我想 好 所以 剛講了一大堆 這邊有一些 它可以有水啦 還有coca-cola 還有coca-cola zero sugar 記得這玩意兒嗎 就你知道 其實就是 diet coke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diet coke 可能還是有 可是他們強調就是 零糖的 那零糖事實上裡面就是代糖 好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我們今天禮拜一的 這一個 短短的這一篇喔 那我們很快看一下 剛剛講過的一些字 opt 這個字就是 選擇做什麼事 so you can opt to do something or you can opt for something else 這樣子 那它就是option 這個選項的動詞 coincidence 叫做 兩件事情發生在同一個時間 所以這個有時候翻譯成巧合 那所以它的動詞是coincide 所以它的動 它的用法需要加一個with so something coincides with something else ok 所以這個我們回到它剛剛的內容 可口可樂的這個調價 正好跟它的這個動作發生在同一個時間 so the price slump ok of coca-cola stock price 加兩次price 不管了 so coincides with 這個renado的gesture 所以gesture 剛剛這個字我們也看過 就是它的一個表態 它的一個動作把它推開 所以它無視了這個可口可樂 我們用的動 剛剛這個標題的動詞是snub ok snub ok 所以剛剛看到像指數有index這個字 像dowjong industrial這個 然後還有sponsor是它的贊助商 slum這個字看過了 就剛剛的這個價錢往下掉 可以用這個字來說 然後attribute 再強調一次 這個字我們很常看得到 歸功歸咎都一樣 都是歸音 so we can attribute the price slump to renado's gesture can we 他剛剛講的是 it's impossible to do this but 但是後來卻覺得說 可能性還是很大的就是 好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算短短的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是Paul 我們明天見